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经不起大家一再呼喊 魁南鼠的续作小南鼠正式开坑啦 要做小之前我其实挣扎了很久 因为南鼠最精彩最发光发热是在魁 有经过少年快报时期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拿到书后 第一个看的不是龙珠就是南鼠 魁南鼠在台湾其实打趴了很多日本前几名的动漫 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家装都收藏了一套 直到魁结束了十多年后 某天在漫画店偶然发现了续作小 那种感动的心情比打赢韩国队还爽 不过看完却只有失望两个字能形容 撇开一些什么死掉的人 还有后代这种吃书的事不说 小无论是在画迹或剧情都大不如前 跟热血完全占卜上边 只能当成搞笑漫画 人物比例崩坏大量营用以前的老梗 感觉作者就像一个变不出把戏的中年老头 继续用旧思维在唬烂年轻人 以前的招式虽然也是唬烂 但有些还会让人信以为真 现在唬烂不出来了就干脆胡搞瞎搞 什么超能力复制人 连奥义还能变性甚至有些内容已经到了低俗的等级 所以我真的是抱持着掉粉的决心来介绍这部漫画 也希望藉由我搞笑功力让大家不要看得太痛苦 从事当年对魁南署的热情 故事一开始的场景是在2000年的涉谷街头 在这种充满年轻流行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群穿着旧式学生服 教育方针充满军队气息的南署学生 为首的这光头是现今南署一号生的笔头日灯指数 说要用武力来督促年轻人反省自己的不适 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年轻人 把日本男子的自尊跟骨气都忘了一干二净 尤其动不动就把头发染成奇怪颜色的家伙 但是无耻之徒啊 日灯一声令下 满脸横肉的南署俗生们 都拿着推子冲上前 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街上染法的家伙都剔成光头 这时一个汉操不错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由于年轻人有着蓝色眼珠被日灯蓝了下来 看啊你竟然敢贴有色的隐形眼镜贴片 做这种事简直比染法还要重养媚外 你已经称得上是叛国贼啊 哼 与生俱来的东西你叫我怎么拿掉啊 随即年轻人就跟南署学生在大街上干起了架 画面切换到南署署长的办公室 南署重量级的毕业生剑陶太郎来访 陶太郎自从南署毕业后考上东京大学 并到美国哈佛大学游学 回国后成为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他今日来是希望署长收留一个人 那个人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外国人 从小在遥远的异国长大 他的名字叫剑狮子丸 是剑陶太郎的独生子 署长听到陶太郎竟然有儿子 当然是开心的收下了 隔日几辆黑头车嚣张的开进校园 从车内走出一个无短身材的家伙 此人叫安东阳明 是黑社会老大的侄子 因为昨天在街上无故被南署之人剃头 竟然带着枪要来南署寻仇 这些一号生 昨天被狮子丸揍的伤都还没好 想脚底抹油从后门开溜 被比较有男子气概的笔头日登阻止 这时剑狮子丸刚好要来办理入学手续 被安东拿着枪挟持当人质 狮子丸紧一刀就打掉他的枪 将刀架在他头上 穿黑西装的手下们见状通通走上前来 呵呵 果然虎父无犬子啊 啊 什么 所有黑西装男摘下眼镜后才知道 原来都是魁南署的老班底们 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 淘太郎儿子的实力 傅间目前是署长的保镖间秘书 虎丸成立了虎丸金融会 也就是放高利贷的公司 飞燕是全日本青年医师协会的理事长 松伟是大饭店的社长 田泽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 秀玛侣成为日本电脑诸事会社的社长 反正每个人都混得比我们好啊 这些人的故事我们将在《比天还高》里介绍 由于这部《比天还高》是18进的作品 三不五时就漏鸟漏三点 人寿大战不然就是跟恶心的老太婆乱搞 所以只能放入会员影片还请见谅 黑头车摇下车窗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就是伊达成人啊 叔叔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事你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吗 看 你算哪根抽 我已经帮你办好入学手续 你也要给我进入南俗磨练 缴增那些腐烂的劣根性 靠腰我抓赛啦 罗长这时走了出来 将淘太郎的头巾交给了狮子丸 拿去吧 这东西代表你父亲的灵魂 是 多谢罗长 正式入署成为新生后 由于两人都曾跟这些一号生有过节 自然得到了同学们的特别关照 不过狮子丸的一声狮子喉 马上让众人见识到了他的实力 看哪里这家伙 我要宰了你 偷偷给我住啥 你的心情我很了解日灯 不过教室里是不准打架的 交给我来处理 为了欢迎新的熟生入学 今天将举行南俗名物 樱翻的小白兔 接着教官带着众人 来到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马路 由于这附近没有交通耗制 所以车速非常的快 这条马路就像大海一样 而奔行的车辆就是鲨鱼 只要顺利穿越马路到对面 就算过关了 南俗名物樱翻的小白兔 顾名思义取自日本童话 樱翻的小白兔 话说有只狡猾的兔子 为了渡海到对面的岛屿 骗鲨鱼说要帮他们算人头 而要他们排成一列 却在差一步抵达时露出本信 结果被鲨鱼吃掉 由于这项考验 必须穿越危险的车阵 因此才取了这个名字 据说成功率极低 每次都有多人伤亡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南俗白书2000年 教官大人 这样不太好吧 要是车子紧急刹车的话 会变成连环大车祸的 看连环车祸关我屁事 反正你给我冲就是了 上吧 我相信你绝对做得到的 你说得到轻松 我要不像你们是主角 我的五位加起来 恐怕还没有你的战斗力强啊 你错了 只要是男人 心里都插着一把匕首 你的匕首只是还磨得不够力而力啊 说吧 剑狮子丸一脚将安东踢到马路上 在剑狮子丸一番激励的喊话后 安东终于鼓起勇气 朝车阵冲了过去 连先前跟他不合的赎声 也都替他加油 之后剑狮子丸 当然也一样通过了考验 某日遭会 正当署长要上台致辞时 突然有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到底是谁 我们男手可是禁止 攜带行动电话吧 这个罪已经严重到要切腹自杀了 如果现在坦诚的话 只要打到半死就好 由于都没人承认 教官只好逐一的搜身 看罪了啊 教官大人 那是我的小鸡鸡啦 正当鬼胡子收到伙食公差 林郑志的身上时 手机铃声突然又响起 原来林将他藏在嘴巴里 这下被鬼胡子抓到 免不了又挨了一顿皮肉痛 署长大笑起身后说道 再难受是不需要手机这种东西的 我们的大中鹰就注意凌驾科学的力量 只要你的男子汉度达标 在外太空都听得到 署长走后 林依然想去捡他的手机 这个举动彻底把鬼胡子给惹毛了 不但把竹箭都打断 连手机也被踩烂 后来才得知 原来林有个妹妹 一出生就患了重病 今天刚好是他动手术的日子 但男署的规定是 就算父母出病了也不能请假 尼玛的那林到底是如何出去办手机的 由于妹妹手术失败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在手术前想打电话帮他加油打气 不过这下可能也办不到了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所谓超越科学的男鼠感动精神 原本在病房害怕动手术的妹妹 居然听到相隔几十公里外 哥哥和朋友的声音 大家都在为他加油打气 这话其实没什么重点内容 只是让大家再回想起男鼠的大中鹰而已 好久没听到男鼠著名的大中鹰了 某天上课时 鬼胡子带来一个消息 一号生里有个叫黑潮的超级问题人物 要回来复学了 还说他这次闯下这么大的祸 能提前被监狱释放出来 多亏了署长的官说 要众人好自为之 用餐时间 日灯还特地跑来跟狮子玩说 黑潮那小子异常的讨厌外国人 要身体有着一半外国人血统的见狮子玩 千万别去招惹他 他这次会被抓去关 但也是因为讨厌老外的缘故 有一次日灯和黑潮一起去看职业摔角比赛 当时日本的摔角手 被美国摔角手打得东倒西歪 黑潮火大直接冲上雷台 把美国摔角手打到翻白眼 口中还大喊着 攘夷二字 黑潮当天就被警察带回去征讯 但一走出警局 突然被50几个美国大兵围毆成重伤 黑潮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 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溜出医院 偷走南俗校舍仓库里的坦克车 直接杀去美军驻日基地 还把美军的新条旗换成南俗的暑旗 呼呼呼 齐袭成功 这件事差点引发国际事件 若不是署长出灭 他就算被关一辈子 也没人会觉得奇怪 这时 突然两辆美军的大卡车开进校园 率先下车的 就是当时被揍的那个摔角手 怕自己打不过 还绕了一群美国大兵来帮忙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刚出狱的南俗超级问题人物黑潮信成 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当然是叫你帮我插屁血 第二是要把你们的妻子拆掉 换上我们伟大祖国的新条旗 看啊 您被禁锢没吃地马 放马过来吧 正当双方一触即发之时 署长及时出灭 赫止了双方人马 不过他不是要阻止这场日美决斗 而是要用南俗名物 炎炎油磅必死来分胜负 随即在双方背后 各准备了一盆大油锅 中间还放了根燃烧的火炬 规则很简单 只要先把对方的火炬推倒 让盆子烧起来就是赢家 至于要用什么战法 什么阵型都随便 可以自由决定战术 你是谁 没看过的新面孔 我是新来的剑狮子丸 よろしく 你的眼睛 为什么外国人会进来南俗 战前准备结束 南俗决定做好 奇数的负责进攻 偶数的负责防守 看啊 为什么林北是防守主的 而美军这边 竟然只派一个摔角手防守 外加一个绿扁帽主攻 其他人全站在一旁看戏 还大大吹捧 说这绿扁帽 大家都称他为狂犬 论杀人跟破坏 没人比得过他 结果尼马的一脚 就被剑狮子丸干掉了 这下两边人马 终于全动了起来 虽然美国大兵 都是训练有术的战斗专家 但每天都被教官荼毒的熟生们 也不是弱鸡 双方都在寻求突破 重围的契机 结果一个黑人大兵 率先突围 冲向日本阵地 不过本阵有黑潮信长防守 简直固若金汤 一个脑天一击 瞬间就让黑人大兵下线 有林北在 任何人也休想碰到火炬 眼看战况越来越不利于美军 摔角手突然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打火机来 扔向日本队的本阵 刹那间 日本队的油盆 整个燃烧了起来 原本扶着火炬的熟生 都被烫到受不了 跳出油盆 唯有黑潮一人 依然死命护着火炬 在黑潮的激励之下 剑狮子丸突然武力炸裂 大杀四方 清除掉所有障碍后 一个剑步抓住对方火炬 然后踩在摔角手头上 用火炬将美国队的油盆点燃 摔角手被烧得哀哀叫 立即跳出油盆 反观日本队的黑潮 在大火之中依然屹立不咬 嘿嘿嘿 醒来的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赢了 然而就在鬼胡子 要宣布男鼠获胜时 突然一架美军高级军官 用的直升机降落在操场 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走出机舱 Sir 你能过来折得太好了 像这种莫名其妙的烂雀小 您赶快拆了他吧 可当摔角手靠近军官时 却被狠狠揍了一拳 只见军官在鼠掌面前 竟然脱帽向他敬礼 I'm sorry 署长 这场火使全属无二的错 原来该军官竟然是 男鼠毕业生J 现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司令 不过署长只觉得 这是一场精彩的决斗 无论什么国籍都一样 男人只有在战斗中 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友情 事件过后 摔角手也决定加入男鼠 重新磨练自己 我的名字叫Michael 请大家多多自教 第一集最后一个单元比较无聊 由于男鼠的财政 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赤字 署长决定让一号生们 去一个叫咒谷鬼岛的地方特训 据说日军在二战快结束前 曾将一大批宝藏埋藏在那里 这特训不但能让署生体验到 什么叫真正的荒岛求生 还能让他们帮忙找宝藏 可说是一时二秒之计 一想到这 署长就觉得自己已经发了大财 直接点了十人份的顶级鱼饭 结果岛上就是一群 二战牺牲的日军亡灵作祟 每个人都被附身开始对同伴攻击 最后包含教官在内全员皆被亡灵附身 只有意志坚定的剑狮子丸跟黑潮信长没事 剑狮子丸展现出男子汉的气魄 得到亡灵认同 亡灵便将宝藏留给了他们安心升天去了 结果尼玛的这些宝藏原来全都是婴儿奶粉 旁边还留了一张字条说 儿童是国家至宝 儿童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不得轻忽 因此将财宝全部换成这些东西 离去时 剑狮子丸向守护这座岛的英灵致敬 不知情的署长依然奢侈地吃着顶级鱼饭 以上就是小男署漫画第一集的内容 第二集的开头 有个叫君平的一号神挂掉 正当班上的署身都在对他的死哀悼时 鬼胡子却面无表情地说 他这种死法根本配不上是一个男子汉 让其他人听了都感到愤恨不平 一号神笔头日灯缓缓道出那天发生的事 某日晚点名过后 日灯跟君平偷偷从宿舍的密道溜出 两人原本只是要来便利商店帕王吃个冰棒 没想到遇见暴走族的混混挑衅 好死不死 这混混竟然认出君平的身份 是以前黑血特工队队长 跟他们金蜥蜴刚好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原来君平以前也混过暴走族 某天在飙车时撞到一个小孩 从此金盆洗手 混混因为出言不逊被君平尻了一拳 结果竟然不讲武德 回去绕了一群人来报仇 两人虽然也是炼家子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君平就这样死在对方的刀下 此前最后的遗言是 何以的话真想再叫他一声老爸 虽说金蜥蜴是关东最大的暴走族联合 成员大约有500多人 但一号生有剑狮子丸 黑潮信长跟迈克加入 战力可说是连升了好几个档次 于是信长决定来个私刑教育 瞒着学校一举歼灭金蜥蜴替君平报仇 不过剑狮子丸更在意的是君平最后那句遗言 原来他的老爸竟然就是鬼胡子教官 鬼胡子表面上虽然对儿子莫不关心 但私下去偷偷递了瓷表 全身绑满炸药要去替儿子讨回公道 鬼胡子一人一刀 埋伏在暴走族经过的路上 点燃炸药后便一股作气冲向这群飙仔 但他的武力实在是不行啊 一下子就被制服 正当飙仔们要过去将鬼胡子大卸八块时 爆炸头队长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是黑潮信长打来 他们已经干掉了金蜥蜴其中一个分队 而且还不止这样 一号生们分头展开行动 扬言今晚就要让金蜥蜴在地球上消失 爆炸头听完也没再怕的 因为他手上还有鬼胡子这张王牌 他以鬼胡子的性命 要挟南俗众人到一处合体谈判 所有人这才知道原来鬼胡子就是军品老爸 爆炸头将所剩的兵力全调来合体支援 没多久南俗一号生也全员到齐 不过爆炸头早已有了准备 他将鬼胡子跟炸药一起绑在对岸的起重机上 由于昨晚大雨造成水位上升水流湍急 这附近又刚好没有桥 想救人只能游泳到对岸 说完便命令手下开始点燃隐性 正当众人要跳下水的时候 安东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由于旁边刚好有间轮胎行 安东便要大家用轮胎的内胎绑成一条橡皮线 像弹弓一样将它弹射到对岸 哎哎哎哎 烤腰啊怎么开身往下坠了 呃糟糕 这样下去它会掉到河里了 哈哈哈哈 爽啦 快快死死了啦 怎么了安东 你忘了我们南俗超越科学的感斗精神了吗 看啊 看我的厉害啊 安东猛力挥动双臂 再次创造南鼠奇迹 就在即将要飞到对岸时 爆炸头突然不讲武德拿出了十字弓 一箭射在安东的屁股上插点命中菊花 安东就这样掉入河里 鬼胡子这时也醒了过来 命令所有人立刻回去 但按捺不住的熟生们早已跳入河中死命的游向对岸 均均啊 我已经不感到寂寞了 因为我还有这么多个儿子啊 眼见学生们就快要被急流灭顶 鬼胡子有了个打火机准备自我了断 发挥誓死如归的日本男儿精神 呃 但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他是怎么点火的啊 有没有展现日本男儿精神我不知道 但鬼胡子展现出了他男子汉的公狗腰 喊了声南鼠万岁后点燃引线 炸药爆炸的威力点亮了整个夜空 狮子丸捡起飘落在河里的鬼胡子军帽 在心中立誓要将这群飙仔送往三土川陪上 鬼胡子的死也让一号生们的眼神全变了 各位 我日灯植树一辈子就拜托你们这一次 那个死爆炸头你们一定要留给我 这是我对军萍的赎罪 放心吧 既然你都开口了 没人会阻止你了 安心的去吧 你死了我会帮你火化的 看啊 连北竟然被看扁了 这时突然一阵重击的引擎声传来 原来是金蜥蜴的总长亲自来到现场 看他骑的车还真的名副其实是金蜥蜴啊 接受挑战吧成田 我替你们做见证 没事 多谢总长 先说好 那个家伙我要定了 爆炸头表示自己就是在背后捅军品一刀的人 他看日灯的伤都还没好 于是将刀插在地上 说自己同样用一只手来和他打 日灯只是个平凡人 不像狮子丸他们懂武术 所以刚开始交手通常被对方打得很惨 但难熟之人的特色就是血多 如果再加上想到同伴就能获得武力的加成 日灯一下子就爆冲为平凡人的天花板 将爆炸头揍得鼻青脸肿 可没想到爆炸头突然不讲武德 拿起地上的刀朝日灯砍去 这一刀着实让日灯受到不少伤害 嘿嘿嘿 优待时间结束了 我现在才是平凡人的天花板啊 信长看不惯这种卑劣行为 想冲过去帮忙 却被狮子丸拦住 要他相信日灯 因为他可是难熟一号生的笔头啊 嘿嘿 干脆这样好了 如果你有一根手指碰到我 我就向你认输 然后切副自杀 你这句话是当真的吗 当然啊 这可是男人的约定啊 没想到下一秒 日灯竟然咬断自己小指 朝爆炸头吐了过去 断指直接打在他的额头上 这一幕当场让所有人全看傻了眼 喂 现在麻烦你快点切副自杀吧 哈哈哈哈 你搞不成这样 都几岁的还相信这种笑话 这种犹如男子汉行为的事 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金西医总长将刀子要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断了爆炸头一条手臂 没资格当金西医的特工队队长 更没资格当男人 总长要爆炸头快滚 并允许他拿着断臂去医院 没想到断臂在半路却被一只野狗给叼走 惹得一旁吃瓜的男俗众人笑到快病鬼啊 我们也带智当去医院吧 连同他的盾指一起 不用担心 我们男俗手断了自己都会长回来的 闹剧结束后 金西医总长终于亲自出马了 先前就说好老大要交给黑潮信长来对付 信长脱掉木机 摆出了无限流活杀术的架式 原来他的木机底板是由钢铁制成 一般的刀子是无法对其造成伤害的 自古以来 国家的掌权者们 向来都严格禁止民众持有武器 在这样的限制下 回用周遭物品来当武器的武术 应运而生也是理所当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木机 烟管 雨伞等 顺道一提 有句谚语 输赢不到穿木机时是不知道的 正足以证明 木机是多么重要的武器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发行 日本鼓舞到大剑 信长的木机攻势虽然凌厉 但总长的刀法也是防得滴水不漏 狮子丸一眼便看出 他使用的招式是正统的刀法 下时 信长用木机夺白刃夹住总长的刀 一个回旋便将他的刀刃折断 逼得总长不得不拿出实力来战斗 只见他转身从车上取出一把长刀 摆出了一个让人熟悉的拔刀姿势 这世上没有我砍不断的东西 一文字流 斩岩剑 总长一招斩岩剑 瞬间将他的蜥蜴爱车砍成两半 不过信长看了却不以为意 他认为长刀虽然威力惊人 但缺点是刀身太重 这样的速度他轻易就能躲开 可是话才刚说完 脑袋瓜就被斩岩剑的刀翘K到 直接晕了过去 哼 终究不是我赤石石杖的对手 听到赤石的两个字 狮子丸终于想起 他曾听老爸说过 过去男鼠曾经有个男人 也使用斩岩剑这剑法 就是前二号生的笔头赤石钢刺 而眼前这赤石石杖正是他的儿子 虽然不知道这赤石石杖 为何会成为飞车党的老大 但剑家与赤石家 又要展开一场宿命的对决 由于狮子丸目前还没得到老爸的刀 只能赤手空拳跟赤石战斗 虽然他身轻如燕完全避开赤石的刀法 但斩岩剑的封压 还是让狮子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你输了 下一集可不是只有封压而已 你有继承父亲的斩岩剑 我也有继承自我父亲的东西 说吧 见狮子丸取下头上的头巾 摆出了架势 看哪这家伙头甲坏去啊 A妹竟然想用头巾跟刀对决 虽然手下们对狮子丸不断嘲讽 但眼尖的赤石马上看出了这个招式 原来你也会这一招啊 一决胜负吧 见狮子丸使出老爸剑桃太郎的独门奥义 气功斗法硬步刀碎功 将气灌入头巾 使其变成无坚不吹的利器 不仅一刀砍断的斩岩剑 也让赤石败下阵来 何谓气 气指的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身体能量 根据某些学说 气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 可以运用在医疗体育等各方面 相当受到各界的瞩目 而在武术方面 据说被誉为剑圣的种源普传 曾透过一瞬间的集气 用纸砍断了竹子 诸如此类的著名传说 都是足以证明气的例子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发行 日本剑豪信豪列传 你为什么不杀我 刚才只要继续往下披露 就能将我披成两半 就算杀了你 鬼胡子跟君平也回不来了 而且根据难数法则 接下来你会变成我们的同伴 事实输得心服口服 一声令下随即将精细意解散 就在双方的冲突圆满收场时 突然有一个黑影爬上了河岸 竟然是大难不死的鬼胡子 隔天校园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所有人都对鬼胡子活着回来 感到不可思议 日灯解释 那是因为炸弹放太久了 爆炸时看起来很吓人 但威力只跟烟火差不多 这时杏肠突然撞了过来 像是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匆匆忙忙的跑掉 由于他这几天的行为异常 众人决定尾谁观看 原来杏肠是来到医院探望鬼胡子 不过他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里面一位漂亮的护士 杏肠一见到他马上就脸红 这纯情的行为也被安东等人发现 隔日教官来了一项 名为六根清静的修行 要所有人脱光衣服 然后在小兵兵榜上铃铛 接着放了张风动漫群组 常上传的 极富教育意义的女性图片 只要有谁敢亵渎图片 让小兵兵升起 就要遭受男俗精神注入棒的摧残 在图片搭配身影声的夹杀之下 不少人都立刻缴械投降 唯有杏肠因为心有所属才能临危不乱 某日他终于下定决心 带了一束鲜花前去告白 可是话才说到一半 突然一个戴着眼镜外表斯文的男子 开车出现 要带护士去听演唱会 杏肠一怒之下 使出鬼太郎的招式 将目击直接踢入铁皮车门 没想到这外表斯文的眼镜仔 竟然目肉胸光 想教训无理的杏肠 幸好护士小姐拦在两人中间 不然眼镜仔今晚可能要去地府报道了 结果这眼镜仔还真的不是好东西 他利用女友植物之便 帮他从医院偷取马飞 稍有不从就会对女友拳脚相向 没告白成功的姓肠不死心 每天翘刻跑到医院门口静坐 等待对方的答复 不管风吹日晒 始终都是这样坐着 到了第五天甚至下起大雨 同伴们心疼他的遭遇 都想去将他劝回 唯有见狮子玩说起了安平时代 一个叫雨消散的故事 如果女方在下雨的夜晚将散拿给男子 就代表他被那个男人的热忱打动 果然在这天夜里 护士打着散来到杏肠身边 告诉杏肠他其实不是好女人 因为自己的软弱 一直帮男友从医院偷东西 是杏肠让他看到坚强的一面 他打算去警局自首 不过这番话被突然出现的眼镜仔听到 他可不会放任护士去警局举报他 看 给我放开那女孩 眼镜仔虽然亮出了刀子 但还是被信长的无限活沙流戳下一只眼睛 并警告他不准再接近护士 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不薄 我这个人一向爱得快 放弃得也快 你既然要自首的 那我就去找下一个妹子 掰啦 最后这段恋情就已得到一把小花雨伞告终 小男鼠的校园生活就到此为止 下回开始就是新的格斗篇章 世界男杯 用了两集时间 终于把小的校园生活说完 按照男鼠法则 接下来又是永无止境的战斗 世界各地最具影响力的男人 包括鼠长在内都被邀请参加一个会议 讨论即将举办的世界男杯 这是每十年召开一次的活动 代表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将棋聚一堂 赌上男人的气度与生死的比赛 本届男杯的主办国是在中国 由于是十年一次 淘汰兰那届应该是没遇到过 不过统治男鼠十年的血鬼 或许有参加过也说不定 一向跟美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作者 也巧妙地将美国代表座位 安排在署长旁边 加上又白目地说了些不入流的话 会议还没开始 就先被署长一拳抠晕 署长甚至夸下海口 要是日本没有拿到冠军 他愿意切腹自杀 不同于葵在校园篇就齐集了四个强力角色 淘汰狼 虎丸 腹坚跟J 小的校园篇只凑齐到 狮子丸 杏长跟赤石三人 幸好这次的男杯 美队只需派出三人参战 署长便用直升机来考验一号生们 要他们只能抓着绳子 从南署飞到北京 没有掉下去的人才够资格参加 结果出乎署长的意料之外 竟然没有一个人摔死 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手 发现双手异常干净 原来大家都是把绳子绑在身上 只有狮子丸 杏长 赤石三人 是凭真本事过关 于是就决定由他们三人代表日本出战 本届南杯的比赛地点 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原本南杯都是非公开的活动 这是首次对外开放参观 所以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潮 其规模简直堪比世界杯足球赛 由于参赛队伍众多 所以要先进行一场资格赛 只见广场突然摆出了一个大砂锅 此为四川风南锅 锅里红色的汤是用辣椒熬煮的辛辣无比 比赛规则是每队各派一个代表下锅浸泡在汤里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跑出来就失去资格 南署这边由猜拳输掉的信场上场 才刚进入锅中 美国队的选手就跑来找茬 由于署长和美国老大在男人会议上丢脸 所以他早就只是选手在比赛中干掉日本队 没想到美国选手踢到铁板 直接被攘夷派的信场一脚踹出锅外 美国也成了第一个在南北出举的国家 四川风南锅结束后 晋级的队伍将直接进入第一轮的预赛 第一组出赛的分别是印度、挪威、蒙古以及日本 只见决斗场上突然出现一副巨大的麻将 此为斗蛮雀 每个队伍必须派出两名选手参战 分别担任斗与智的任务 你的肛门应该还很灼热吧 这一战就交给我们负责 我选斗 那我就选智吧 斗蛮雀的规则当然就是跟麻将有关啦 选智的人负责干劳力活班牌 选斗的人则负责摸牌 不管自摸还是胡别人的牌 先胡了一方就算获胜 哎靠腰啊 这牌实在是烂套了 到底要怎么胡啊 我的法 麻将到底是三项 啊对了还有一点 我们摸牌不是用轮流的 只要斗蛇让对手倒地一次 就可得到一次摸牌的机会 那么比赛开始吧 裁判话才刚说完 赤石就左靠印度选手一拳 右踹挪威选手一脚 日本队获得两次摸牌的机会 干得好啊赤石继续保持下去啊 被揍了一拳的印度选手 气得站起来冲向赤石 哎裁判 如果把对手KO了会怎样 哦这样可以直接摸牌五次啊 看你不早说 赤石弯下身来 一个倒梯将印度选手抛出场外 印度选手当场昏得过去 日本队获得五次摸牌机会 这时一旁的挪威选手也挥舞着斧头朝赤石披来 赤石拔出斩岩剑一刀斩断他的斧头 随即也送挪威选手下场休息 日本队经过赤石这番神操作 也从原先的一手烂牌取得听牌优势 虽然场上还剩一个蒙古选手 但赤石也看出他的实力不简单 此人名叫窝阔台汗 是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后代 窝阔台汗吹了声口哨召唤他的战马前来 对我们骑马民主来说 马就是第二生命 现在让你见识蒙古斗马术的真水 窝阔台汗往空中一瞪躲过了斩岩剑 随即使出蒙古斗马术奥义天降乱马 人马一提在赤石周围不断移动 看起来就像好几只马在空中飞舞一样 赤石一边要闪对方大刀 一边要防马脚偷袭 被打得左之右处毫无还手的余地 这几次的攻击让蒙古队听牌九连宝灯 但就在窝阔台汗要给赤石致命一级时 他的猪队友竟然放枪了 直接打出一张东风让日本队狐牌 本来应该这样就赢了 结果赤石竟然自动放弃狐牌 一个斩岩剑将东风给劈了 你没意见吧 Ken 随你高兴吧 反正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做了 由于日本队放弃狐牌 这下爽到蒙古队了 窝阔台汗再度发挥他精湛的蒙古斗马术 将赤石砍得伤痕累累 连唯一的武器斩岩剑都脱手 不过他最自豪的除了斩岩剑外 还有遗传自老爸赤石刚刺那条超厚的血条 每场大赛都要放好几千兮兮的血才肯罢休 第一次看到有人血这么厚 打了两三条都还没变红 连战马都被吓到痞痞错了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窝阔台汗准备再次施放奥义石 此时抢先一步使出了一文字流秘药液血喷浆 将自己的鲜血一口气喷洒出来遮蔽对手视线 但窝阔台汗似乎早已察觉他的意图 即使往上跳躲开血物 此时突然刮来一阵强风 就像当年元朝入侵日本被神风击退一样 这阵风也将血物吹向窝阔台汗 只听见一声 可怜的战马当场伸手一触 再次将南俗系列的座棋死亡率维持在百分之百 此时接着反手一刀 连窝阔台汗也出局了 第一组的预赛由日本队晋级 事后也证实了 这比赛跟麻将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要一开始猛力的干爆对方就行了 而战败的对手只要真心认输 或者说出连我们的份一起加油之类的话 隐藏的男子汉度数值就会达标 未来将可得到加入男鼠的入学通知单 在其他组别的豆蛮雀都分出胜负后 获胜队伍就要接着参加第二项比赛 这回的场地突然变成一只捧着雷台的大熊猫 主持人介绍这叫气氛大熊猫盆豆 双方选手必须在这熊猫手持的盆子上进行战斗 但这盆子会因为熊猫的心情好坏 不定时的做180度旋转 而下面的水槽则是注满了动物掉下去马上变骨头 人掉下去绝对不会死的浓瘤酸 在盆子即将翻转之前熊猫的眼睛会发光提示 选手们可以利用词典跳到熊猫像上面避难 此项竞技还有一个规定 参赛者必须连续打败两只队伍才算获胜 大熊猫盆豆第一组上场的 是俄罗斯的UNI-BUSKY VS 台湾的张悟空 观看双方的体型就知道 一个是靠蛮力 一个是靠速度 只见张悟空学孙悟空揪了搓头发用力一吹 吹出的法司竟然全变成他的模样 看 球想骗我 你这只是一般的跳来跳去而已 光在那边跳是没办法打倒我的 不过悟空的攻击可没这么简单 在他跳来跳去的同时 已经用看不见的钢丝将俄罗斯选手捆绑住 嘿嘿 你最好冠近投降哦 否则你没用力一拉你就会断层好几节了 看 我们战斗民主是不可能认输的 我从小就在西伯利亚的大学院锻炼 要是认输回去会被冰河打死的 就在两人谈话间 熊猫眼睛突然发光 两人脚下踩的地板瞬间180度翻转 俄罗斯选手因为行动受限 笔直掉入下面的浓流栓池 悟空看了也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人 但是对方庞大的身躯 对他来说实在太过沉重 一旁看戏的剑狮子丸也跳下去帮忙 两人通力合作 终于救下这头西伯利亚大雄 由于规则是要连胜两场才算赢 结果张悟空下一场的对手 刚好就是日本队的剑狮子丸 比赛一开始 悟空又使出了猴子乱跳撒钢丝这招 但相同的招式在南俗同样不能使用两次 狮子丸用刀鞘配合悟空手腕的动作挥舞 看不见的钢丝就通通被缠在他的刀鞘上 狮子丸将刀鞘收在背后挥刀一砍 竟然将悟空的裤子砍掉 露出了他那根乳翼棒 抱歉 我原本只是要砍衣服而已 因为你动作太快 所以 看啊 竟然让全世界看到丁北只有三公分 只要宰了你才能洗刷我的耻辱啊 悟空朝天空大喊了声金斗云 结果还真的有斗云飞了过来 悟空纵身一跃踏上七色云彩 可手上拿的竟然是 沙污尽的月牙铲 就在双方一触即发之时 熊猫的眼睛又发光了 悟空因为搭乘金斗云 完全不受地形影响 一铲就打掉狮子丸的刀 还差点将它击落雷台 幸好剑狮子丸及时抓住雷台的边缘 正况看起来虽然对日本队不利 但却也让剑狮子丸发现金斗云的秘密 只见他从腰带上抽出了 缠了钢丝的刀鞘用力一拉 金斗云里突然冒出一个被断手的鸟头 原来金斗云的真面目 是一只自带烟幕的大鸟 难熟做起死亡率再度守住百分之百的防线 西齐在台湾中部阿里山的鹰科巨鸟 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最大级别的鸟类 两翼生长开来约有四公尺长 现已瀕临绝种被称为是梦幻中的鸟 附带一提 在大清帝国统治时代 这种巨鸟经常被运用在军事输送方面 因此现在台湾到处可见 印有雌鸟图案的快递车辆 就是为了纪念雌种鸟类 以上栽自明明书房刊《世界的怪鸟奇鸟》 看完台湾巨王棒棒鸡的解说后 我也不禁佩服攻下阿几拉的唬烂功力 要是我现在读小学 应该会相信阿里山真的有棒棒鸡啊 看啊都说兵临绝种了 你还把他干掉 没办法 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要死在你手上啦 悟空大哭一场后 送走这只无缘的坐骑 然后愤怒地从头上拿出一根针 扎进自己的耳朵 使出究极奥义 大脑是人体的思考 意识和神经活动的中枢 其构造有许多部分 连现代医学都还无法解析 而悟空这一招就是直接刺激脑部 让肉体发挥超人般力量的究极奥义 但是在中国拳法当中 这功夫向来是绝对禁止使用的 理由是因为超人般的肉体 远远不是人类心脏能附和的 一旦使用这项奥义 等于宣告自己死亡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任何人都能在一周内学会中国拳法大纲 化身为巨猿的悟空 破坏力十分惊人 狮子丸被重重尻了一拳之后 几乎快要爬不起来啊 不过前面也说过 这项奥义是用生命当代价换取力量 长时间活动让悟空心脏逐渐不堪负荷 只能跪在地上喘息一副痛苦的模样 狮子丸趁他病要他命 先是赏了悟空一记下二踢 接着算是绕到背后将他抱住 来得着德式拱桥被摔 承受了全身重量的一摔 终于让悟空倒地不起 就在这时 熊猫的眼睛又发光了 随着雷台翻转 精疲力尽的两人眼看就要双双坠落流酸池 千军以法之际 狮子丸及时稳住 并徒手抓住快要掉入池子的悟空 只是他现在也没力气将人拉起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两人都要一起掉下去出局 最后一刻 悟空及时恢复理智 心跳也回归正常 讲了一些让男子和杜达标的话之后 就推开狮子丸的手 自己掉进流酸池 由于这气氛大熊猫盆斗 是必须连赢两场才算胜利 见狮子丸连难过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就要进入第二战 下一个对手是西班牙的斗牛士安东尼 一上场大头正就犯了 说自己的格斗技是优雅又美丽的艺术 跟他们这些什么山道猴子是不一样的 说完便捂弄起手中的红布 把见狮子丸当成斗牛一样细耍 不过狮子丸也不是省油的灯 虽然漫画中没讲 但你看他的手势 根本就是万娃的猎武硬杀纸 马上就将斗牛士手中那块烂布给撕碎 逼得斗牛士终于拔出他的细件 还用硬币绣了一段三连刺 不过说真的 他的功力比起梁山伯十六节的彭杰 还是差太远了 请大家再看一下剑狮子丸的这套腿法 如果再加上一排刀刃 根本就是仙客的涌跳总刃 好家伙 死天王其中两人的绝招 就这么轻易的被模仿 要是再让他多打几场 恐怕连隐庆的毒手都会啦 眼看斗牛士被踢到擂台边缘 已经没有退路 他突然不讲武德按了下剑上的机关 瞬间一根毒针射到剑狮子丸的脖子上 这毒药不仅能麻痹全身运动机能 还能令对手产生幻觉 狮子丸的优势不在 只能挨打无力还手 趁着擂台再度翻转的这个moment 狮子丸奋力一跳跳到熊猫的鼻子上 然后破坏熊猫的眼睛让自己触电 斗牛士本以为他是要藉由触电让自己从麻药中清醒 殊不知狮子丸竟然直接抓住斗牛士的剑尖 将十万伏特的高压电一起分享给他 斗牛士受此一击直接变成焦炭掉到硫酸池里 赢下此战后 日本队也终于进入前八强 但相较于日本队 中国队几乎是在无伤的情况下晋级 日本队虽然挺进八强 但狮子丸跟赤石两人基本跟木乃伊没什么两样 比起来杏长在南郭被烫伤只算是小case 他连毅力气磁力贴都拿得出来 希望伤好了快一点 还是狮子丸提醒他 那东西只能用来治疗肩膀痠痛 很快的下一场战斗又紧接着展开 这八强赛的战场名为热油蜂羊饺子豆 参赛选手必须站在锅内的大饺子上比试 最初的饺子虽然有足够的福利支撑选手重量 但随着油锅温度上升 饺子也会变形 如果不赶紧分出胜负 最后将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第一站是由日本队上西藏 日本队目前能出战的唯有信藏一人 西藏派出的是个长得像外星人的杰丹喇嘛 任何人也赢不了我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可以超越我赞叹西腹的力量 在我信藏眼中任何神佛都是垃圾 信藏抄起目击就往喇嘛身上招呼过去 但是喇嘛的动作身轻如燕 让信藏完全碰不到他 一不小心还踩进油锅里烫伤了脚 喇嘛决定让信藏看看他超越肉体的密宗蒸水 随即竟主动钻进滚烫的热油之中 由于四周都弥漫着热气白烟 一时间也不易判断对方会从哪个方位打过来 不过看信藏的动作似乎是往油锅里丢什么东西 下一秒喇嘛出现的位置竟完全被信藏捕捉到 原来他是借由丢进油锅中的磁力贴 来察觉对方的位置 这就是我无限流活杀术的厉害之处 身边所有东西都能拿来当武器 说吧信藏反手一抽 立即让喇嘛的武器脱手 接着使出一招无限流奥义自在木鸡 木鸡的前端伸出刀刃朝对手飞去 并利用男鼠很容易买到的肉眼看不见的线操纵 使木鸡宛如鬼太郎的遥控木鸡在空中飞舞 凌厉的攻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喇嘛虽然及时跳进热油里躲藏 但受伤流出来的血让他暴露行踪 起身时遭到木鸡划破胸膛流出大量的鲜血 可是喇嘛竟不疾不许的直接原地打坐念经 身上的伤口突然瞬间就消失了 不仅如此 他还使出了秘奥义让灵魂出笑 附身在台下看戏的熟生灵的身上 此乃西藏秘中之秘奥义 优体离脱斗 今天你就要死在自己的伙伴手中了 优体离脱 西藏秘中称呼直思生命和意识活动的身体能量为风 利用秘法让自己的生命之风脱离肉体 便是所谓的优体离脱 也就是灵魂离体 据说经历严苛修醒的高僧 甚至有办法让自身离体的风 灌入其他人的意识当中 借以操纵其肉体 附带一提 日本称乐观的精神状态为伦伦记本 是否与此风有关则未有定论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决定版 你也可以创造精神的奇迹 面对自己同伴的攻击 信长不敢大意也无法还手 就连抗议也没用 裁判认定这招属于奥义不算犯规 就在信长陷入两难的时候 底下的俗生们突然开始唱起了俗歌 虽然全场观众都觉得难听到想杀人 但就是这难听的歌声 反而让灵的意识觉醒 随着每个人唱到声嘶力竭 七孔流血 灵总算是把喇嘛的灵魂赶出去 重新夺回身体 信长也抓住这机会 跳到喇嘛身后用木鸡架住她的头 明明先将喇嘛尝晕再去救灵都来得及 信长偏偏要回头去关心灵的状况 结果又被喇嘛钻了个空档反杀 最后灵不愿连累信长自己跳入热油中 用尽最后的力气捞起喇嘛的长枪 信长接过枪后 直接来了个回马枪反刺西藏喇嘛 终于赢得这场胜利 灵也在比了个胜利首饰后沉落油锅里 男鼠虽然打进了准决赛 但三个选手也都已经躺着无法动弹 突然那些毕业的不良学长来到医护站探视 还说准备了一个好东西给他们提振精神 而这所谓的好东西 就是一人赏了他们一记铁拳 怎么样现在有精神了吧 这是我们男鼠最有用的激励方式 看 不是 血血血掌 此外 飞燕还将淘太郎的配刀交给狮子丸 说什么你父亲过去靠这把刀 克服了无数修罗地狱 你一码的别骗我没靠过魁男鼠啊 淘太郎的刀少说换了两三把 而场外 热油蜂羊饺子豆也来到最后一组的比赛 由一个新兴的中东游击队小国出战法国 结果游击队刚开打就先拿起油锅上的饺子猛吃 还说他们国家才刚独立出来 环境非常恶劣 很多小孩都失去父母每天吃不饱 但是尼玛的这男杯赢了又没奖金 你们不回去帮忙打仗是跑来这比心酸的啊 然后游击队只简单一招大蒜攻击就干掉了法国队 我看大概除了日本有受伤外 其他国家都是无伤进入准决赛啊 接下来四强的准决赛名为双肩宝灵斗 规则就是比照古代一队想拔龙领的兄弟 用两人蝶罗汉的方式战斗 只要先抢到巨龙宝灵的一方就算获胜 由于信长才刚打完一场激战 所以准决赛就由剑狮子丸跟赤石石上出场 日本队的对手就是刚刚的游击队 两人猜拳后决定由赤石当马 比赛前裁判提醒两队 骑城之人一旦落地也是算失败 而巨龙的94枚灵片中只有一枚是真正的宝灵 又是误触逆灵将会惹怒龙神啊 比赛开始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势 但见狮子丸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拔刀 这时游击队的高个子头上冒出刀刃袭击 利用日本队躲开的空档 矮个子趁机跳上去取灵片 不过他们运气不好抢到的是逆灵 结果触怒龙神遭到天火制裁 日本队本想乘胜追击 可赤石的双脚却莫名其妙动弹不得 仔细看他脚边竟然有只蝎子 嘿嘿 你们难鼠之人应该都知道恐怖的大象传说 没错 这只蝎子就是连大象都能毒死的国王蝎子 虽然我不知道你穿皮鞋是怎么被咬到的 但是你放心 我们游击队只杀平民老百姓 要是你们认输的话 我马上给你解药啊 不必了 这世上没有我斩不断的东西 说吧 赤石竟一刀斩断自己的脚 阻止毒素蔓延 不愧是难熟的人 看来你们手脚断了还能斩回来的传说是真的 不过这里是战场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游击队持续对日本队展开猛攻 但剑狮子丸的刀还是一样拔不出来 待在电视机前看比赛的剑陶太郎 还边说着风凉话 说那把刀只靠蛮力是无法拔出来的 而大会主办人洪恩来也认出这把刀是汉魂刀 自古以来经历多番血战的刀剑 在主人的斗志和侠气影响下 都会有男子汉般的灵魂 只有得到那把刀的认可 才能成为他的新主人 但目前情况看来 剑狮子丸还无法驾驭这把刀 游击队也看出他们的弱点 决定射人先射马 打算把赤石的另一只脚也砍断 只听见赤石怒吼了一声少瞧不起人 接着就用斩岩剑贯穿自己的身体称帝 如此一来就算双脚都断了也绝不会倒下 剑狮子丸被他的男鼠魂打动 流下的血泪滴在刀上 汉魂刀终于承认他是主人 而且光是拔出刀的封压 就直接斩断了矮个子的手 得到宝刀认可的剑狮子丸 武力提升了数个档次 接着他又再次举起大刀一挥 直接斩断了巨董的头 把两个游击队员压扁 同时也得到真正的宝灵获得胜利 那尼玛的那一开始就用斩岩剑 把龙给砍了就好 也不用打得这么辛苦啊 就在狮子丸准备带赤石下去疗伤时 游击队的矮个子突然从瓦砾堆爬起 他无法接受失败的事实 准备拉众人陪葬 按下了藏在耀眼的小型炸弹 三分钟后整个广场就会被以为平地 所有观众都急着逃跑 场内陷入一片大混乱 只有男鼠鼠声虽然脚在发抖 但没有一人离开 就连场上的狮子丸跟赤石也一样 这时一个人影悄悄来到巨龙的雕像 只见他双手截了个法印 矮个子面前突然出现一群家乡的小孩 为了怕波及到小孩 在炸弹倒数剩最后一秒的时候 矮个子赶紧将其解除低头认输 见狮子丸看他态度不错 就将刚刚得到的宝灵送给他 还跟他唬烂说什么 正能替国家带来和平丰饶啊 电视机前的一票男鼠校友们 看得一头雾水 在炸弹爆炸前 矮个子好像发神经似的在跟空气对话 只有淘太郎看出他是中了某人的幻术 而唯一有这能力的人 大概只有王大人 经过一番整理后 巨龙雷台终于修复完毕 紧接着进行另一场四强赛 由中国对上美国 但是尼玛的美国队 明明在四川封南郭就被淘汰了 现在还能打进四强是三小了 美国队拍出了两个 像是来cosplay的家伙 杰罗尼摩和星星超人 中国队则拍出了三国代表 吴元少和张飞 比赛才刚开始 吴元少就使出了神拳寺秘奥翼水晉江 这招式就跟水面上的倒影一样 只要他做什么动作 对手就会跟他同步 结果印第安酋长就这样一服 把星星超人劈死 比赛不到十秒钟就分出胜负了 美国队的代表不承认这样的结果 掏出枪来想干掉吴元少 吴元少同样对他施展水晉江 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不过最后也不屑杀他 只是让他吓得口吐白沫 中国队又再次无伤晋级 第一天的赛程就到此结束 决赛预定在明日的阵舞展开 不过日本队这边的赤石情况不太乐观 虽然断掉的脚已经长出来 但贯穿胸前的那一刀着实伤得不轻 虽然明白这招是在学他老爸的一文字流血栓冠 但小赤石的功力显然没有他老爸强 此时医护战突然又闯入一个僧侣装扮之人 这个人是谁应该也不用我多做解释了 僧侣用手指着没有意识的赤石额头问道 我现在就将生气灌注到你体内 不过生气灌入之后 你的体力虽然会完全恢复 但也只能维持24个小时 24个小时过后 肉体达到极限的你就会死亡 是否要接受你自己决定吗 听完这番话后 原本陷入昏迷毫无意识的赤石 竟然比了个OK的手势 于是僧侣就将他的生气灌入赤石体内 下一秒赤石就像克的仙豆一样 不仅满血复活 身上那些什么伤都痊愈了 隔日世界南边的决赛 在天安门广场如期举行 能够成为世界最强男子汉的 到底是中国还是日本 不过决赛的地点并不是在这边 大会的两架直升机 早已将两国代表载往黄山 名列世界遗产的黄山 是由72座山峰所组成 其中最高峰汉籍峰 更是被称为最接近天的地方 而这最后的决赛项目名为三难汉籍峰斗 也就是在到达汉籍峰之前会有三个斗场 最先打败对手将祖国国旗插在汉籍峰顶端的 就可成为世界南卑的冠军 相传发明这项禁忌的是三国时代的刘备 据说刘备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考验蜀军的士兵 但是尼玛的别骗我没看过三国啊 黄山明明在安徽省东武的地盘 你蜀军随便跑到别人领地去练兵 当孙权是吃素了就对了 第一站的战场是在一个像独木桥般的岩石上战斗 由日本队的信长出战中国队的韩翔卓 这里可以看出很多魁的老梗被拿出来用 这斗场就跟七牙明界斗的独木桥之间很像 而对手韩翔卓的乒乓球招式 跟宝龙黑莲珠的网球也是换汤不换药 不过以前像这种超越物理范围的不自然奥义 都会解释是用线或是磁力操控 现在掰不出来就完全摆烂不解释 说都是靠自己完美操控让球自动飞回来 在近代体育界中 桌球号称是中国的国际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桌球很强势 但却很少人知道桌球其实是起源自中国拳法 桌球一开始只是以前的拳法家们 为了提升自己的反射神经和集中力 所想出来的一种训练方式而已 后来却发展成拥有强大威力的一种武术奥义 附带一提 桌球的英文之所以叫平碰 就是因为当初有个擅长这项奥义的高手 名叫统番剧的关系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乒乓碰碰传说 在对手的乒乓球攻势下 杏长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已经出现军裂 这时他抬头看见天空盘旋的秃鹰 突然心生一技爬上后方的岩壁 中国选手本以为杏长想逃走 结果他竟然是爬到秃鹰的窝偷蛋啊 用鸟蛋乔装成小白球混淆对手试听 可惜这一切都被对方试破 鸟蛋全数被打碎 不过杏长的目的其实是要利用愤怒的母鸟攻击对方 原本占尽上风的中国队 现在反陷入危机 被杏长摆了一道的寒翔佐有点不悦 拿出一颗带有刀刃的小白球 使出神拳式奥义 陆沙撒球 五月影斩冲 带有刀刃的小白球 瞬间就将突鹰的羽毛剃光 随即他将刀刃小白球打向杏长 杏长也被这种非常科学的击球轨迹打得满身疮痍 连木鸡的袋子都被斩断掉落万丈深渊 幸好他手中还有一张秘密武器 杏长从背后掏出了日本民间同万剑狱 此为无限流活杀术全球 全球 据说全球是参考中世纪欧洲流行的魔术 Cups and Boss所发展出的玩具 后来经由思路传到中国后 拳法家们便将这东西改造成武器来使用 当然中国的全球是铁制的 绳子则是使用类似钢丝的东西非常强韧 同时兼具双截棍和锁镰刀的特性 因此善用全球的高手很少有人敢招惹 直到现在中国某些地方还颁布枪炮刀卸法 严格禁止民众私藏全球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全球是我命 杏长先是将全球如同双截棍般耍了一番 接着出其不意地朝对手发动攻击 但眼明手快的韩翔卓一个反拍就将全球如同桌球般打了回去 杏长被自己的铁球击中掉落石桥 幸好他即使用剑身当钩锁 勾住桥面捡回一命 只是目前状态就像砧板上的鱼等人宰割 韩翔卓打算给杏长最后一击 就算成为中国荒野的路边师 我的大合魂也不会消失的 杏长说完遗言后 奋力一荡要上桥面 用手中铁球朝剑狱的剑身猛力砸了下去 本就脆弱的石桥瞬间崩塌 杏长与韩翔卓双双跌落万丈深渊 在无法确认两人生死的情况下 三难汉籍风斗的第一难以平手收场 直升机接着来到第二难的决斗场地洞盆峰 日本队出战的选手当然是赤石 当他一踏到地面上才发现 整个决斗场竟然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 而赤石所面临的对手是中国队的张飞 结果在这里又出现了葵的老梗 张飞手上拿了两把像是菜刀的武器 用脚趾夹住像冰刀一样踩在上面 此为神拳式奥义猎蒙盘拳 那尼玛的这根本是七亚明界斗的银盘杀人者 而且人家还是直接穿鞋子不必辛苦的用脚夹 体育学界普遍认为冰刀的发祥地是在欧洲 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拳法 才是最早发明冰刀的 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拳法家 经常为了对应各种环境而开发出新的武器 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形状和溜冰鞋 非常相似的武器留存至今 另一个理由则是古时候有个擅长溜冰的拳法家 名字刚好就叫做曲记斗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我爱冰刀 接下来的打斗套路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张飞利用脚下的小刀在冰上快速来回滑行 很轻易就砍伤行动没那么方便的刺石 但是刺石很快就反应过来将斩炎剑踩在脚下 这年头早就不流行冰刀了 现在大受年轻人喜爱的是滑雪板啊 刺石将自己的爱刀当成滑雪板 使出了一文字流飞翔斩炎剑 直接一刀朝张飞头上劈来 只可惜这一刀并没有击中对手 这时张飞突然看见刺石头上的记号 那是神拳寺的旧级密钥医炎命气的记号 勾玉数量就像他的血条一样 当勾玉全部消失 刺石的生命就会终结 不过张飞可没打算等刺石自己消耗殆尽 他以超快的速度像陀螺一样旋转 准备发出强力一击 一文字流斩炎剑 世上没有我砍不断的东西 话音刚落 张飞脚上的冰刀突然断裂 原来先前那剧飞翔斩炎剑 瞄准的是张飞的冰刀 可就在刺石的大刀要砍过去的时候 他的血格煞石又少了一格 使灰刀的动作停下 白白错失了砍杀对手的好机会 逃过一截的张飞 拿出了像是杀狐球的奇怪武器 此招名为银盘拳会牙宝金金 打出去的圆盘一分为三 速度还会越来越快 在冰上来回穿梭 让人看得目不暇及 一不注意刺石就被圆盘砍伤 于是他索性将刀插在冰面 并挑到刀子上躲避只能在地面滑行的圆盘 此法虽然暂时能躲避得了一时 但刺石额头上的勾玉也只剩下最后一格 突然刺石大喝一声 握住刀柄开始旋转 旋转的力道强大就像刹兵机一样 将刨开的碎兵向四面八方飞溅 最后竟然凿开了一个洞 使冰层下面的水一口气喷发出来 张飞的脚被碎兵困住无法脱身 刺石趁机举起斩岩剑飞跃而下 然而随着他的血格耗尽 这一刀终究还是来不及砍下 虚惊一场的张飞不由得佩服起 赤石是个真男人 随即也向裁判示意自己已经获胜 但裁判说赤石还没倒下 从空中无法确认他的生死 就在张飞要过去补尾刀的时候 赤石突然睁开了眼睛 额头上又多出一格血来 下地狱去告诉炎王吧 这就是世上最后的一文字流 斩岩剑 说吧 赤石举起斩岩剑朝地面用力一批 脆弱的冰面也被劈开一个大洞 张飞和赤石双双被喷发出来的地下水冲出场外 这三难汉即风斗的第二难也是以平手收场 接着两架直升机继续前进 目标是最后的决战地点汉即风 不过在到达目的地前 还有段余性节目 日本跟中国两边的啦啦队 要先进行一场前哨战 两队人马要用叠罗汉的方式 叠出一个男字来 神拳室这边的武僧动作迅速 一眨眼的功夫 一个硕大的男字就出现在眼前 反观男鼠这边则是手忙脚乱 摇摇晃晃地把男字排成像是一个女字 最后在安东跟日灯的指挥下 才勉强叠出个像样点的男字 没想到光叠出来还不够 两边还要进行对撞 结果男鼠的这群弱鸡被撞一下就立刻解体 神拳室这边的男字虽然也有垮掉 但还是勉强支撑术 就在主办单位要宣布中国队获胜时 日灯、安东、迈克三人叠出了一个小小的男字 宁死不屈的气魄也令主持人赞赏 最后这场胜负也是以平手方式收场 紧接着汉疾风的最终决斗也开始了 由中国队主将吴元绍出战日本队主将剑狮子丸 由于这汉疾风地势极高 常年皆有落雷产生 当剑狮子丸举刀要进攻的时候 竟引来了雷击 幸亏他即使闪过 不然就要当场被雷击毙了 经此教训后 剑狮子丸也不敢再随意用刀 施展出了他那没什么鸟用的拳脚功夫 吴元绍对这场最终对决 从原本的期望变为失望 随即使出了在准决赛用过的密奥翼水浸江 中招的剑狮子丸 身体不由自主地摆出了跟对手同样的动作 吴元绍控制剑狮子丸身体 捡起掉在地上的刀 并表示自己不喜欢剑邪 只要剑狮子丸认输就饶他一命 说完便朝着雷声隆隆的天空 高举拿刀的右手 如此一来 剑狮子丸被雷击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甚至连对方是如何操纵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 就在天雷即将落下的那一刻 剑狮子丸发现他的头发似乎被什么东西缠住 最后他察觉到插在肩膀上的细针 用嘴将针咬掉 逃过一次致命的雷击 水浸江 人的体内布满了无数 被称为神经节的运动神经中枢 只要用比头发还细的针刺激这些神经节 就可以任意操纵对方的行动 而让对方看起来像在模仿自己的动作 就是让这项奥义变得更加高深莫测的秘密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身体被挣扎到 因此使用这一招式时 也必须刺重带有麻醉效果 能让对方感觉不到疼痛的神经节才行 附带一提 过去只有一个拳法家破解过这项奥义 理由是因为那个男人是个没神经的家伙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世界上的奇权怪权改定版 解开水浸浆之谜后 剑狮子丸也要拿出真本事了 只见他取下身上的绷带 将气灌注到里面 绷带就变得像刀刃一样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还说这是他在印度旅行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者施展的功夫 于是求他收自己为徒 但是尼玛的明明你老爸剑陶太郎就会这招了 剑狮子丸的绷带可硬可软 刚柔并济 吴元绍一时也难以靠近 只能陷入挨打的局面 一不留神双脚被绷带缠住 就这样被剑狮子丸给打落万丈深渊 这么容易就反败为胜 连剑狮子丸也感到难以置信 他缓缓走到悬崖边查看 没想到吴元绍竟然用变法当勾绳勾住地面 一个翻身要上擂台 趁剑狮子丸分神之际 变法直接贯穿他的身体 此乃神泉寺的秘奥义 真鼠法 真鼠法 人的肉体有许多部位 是人类无法靠自己意识使唤的 头法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武术家可以透过修行 让自己自由操纵头法 这项武术便是真鼠法 顾名思义 这招式的特征就是可以让毛发在瞬间硬化 变得像真一样尖锐来贯穿敌人身体 附带一提 街头巷尾常见的礼法店 用来当成看板的 不断旋转的彩色圆筒 据说其灵感就是来自真鼠法的动作 以上摘自明明书房刊 您不能不知的中国拳法基础知识 剑狮子丸在万般无奈下 只得拾起的爱刀 但是尼玛的明明吴元少的头发就比较高 天雷竟然还是早上的剑狮子丸 这次毫无悬念 剑的身体承受了雷击瞬间焦黑 但他却并未粉身碎骨 原来胸口流出的血连接到地面 让他像避雷针一样将雷的威力倒到地上 而刚刚拼死挥出的那刀 也将吴元少变法斩断 毫无防备的吴元少就这样正面挨了一刀 胸前喷出大量鲜血造成了致命伤害 此时的天空已逐渐放晴 雷鸣完全停止 本以为日本队就要这样获得冠军 没想到吴元少对自己施展了跟刺石一样的严命器 让他又满血复活还长出了大鸡鸡 额头上同样出现倒数计时的血格 不过这招和王大人的严命器有点不同 虽然时效较短 但威力却是提升了数倍 就连剑狮子丸的汉魂刀都伤害不了他的肉体 这下情势又逆转了 剑狮子丸直接被一掌打落断崖 幸亏他及时将刀插在岩壁上 悬挂在半空中 然而血格即将耗尽的吴元少也快到极限 全身经脉断裂 喷出大量鲜血 剑狮子丸只要继续撑下去 就能把吴元少耗死 但他没有那么做 反而是豁出性命爬了上去 两人用尽最后力气 打算来招互相伤害 然而刀终究比手还长 吴元少心甘情愿地认输 使出最后的水浸浆 祝贺剑狮子丸后便倒下 日本队终于得到世界南杯的冠军 完成最后仪式 在封顶插上日本国旗后 本届的世界南杯也就到此为止 就在大会委员长洪恩来 要发表闭幕宣言时 原本斗技场上的剧情荧幕突然下降 紧接着又有东西从底下升上来 原来是本届大会那些被判定死亡的选手 统统没事 即使化成骨头 都能用中国四千年的医术救活 唯有一个人例外 此时大会的直升机也将剑狮子丸 及吴元少带回 刚说的那个例外就是吴元少 因为他使用强力版的严命器 把自身的气全部耗尽 虽然肉体还没有死绝 但意识已完全消失 即便王大人一直对他注入生气 也无力回天 剑狮子丸突然一把抓住王大人 想将自己的气也分给吴元少 场上选手健壮也纷纷站得出来 所有南杯参赛者 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 一同将自己的气分给吴元少 终于将他从鬼门关给拉回 事件南杯就在这种 不打不相似的氛围下圆满闭幕 不过各位男鼠的铁粉们肯定都知道 这种比赛只是为了让男鼠 收到更多同伴而已 后面新的挑战很快又将开始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收到这边 谢谢大家